打上home 然後這個底下這個地圖的話 把它連接到那個map1 map1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做完畢接下來的話 就再把它改成netbar 那特別注意 怎麼樣改netbar 選的時候特別注意 你這樣選 再套用netbar不行 一定要選到DIV 在DIV上面 設定 成netbar 才OK 那如果你選了之後 選到之後你會發現了你的DIV一定是在 這邊 跟這邊 所以你可以點一下DIV的頭有沒有 其實他這個時候就可以選到了 就在這個範圍 這樣子來設定的話 才會是正確的 你們 有沒有 其實大部分就是UL的上面這一個 然後UL下面這一個就這個範圍 選到之後的話 改什麼呢 改DataRaw DataRaw裡面呢會有個什麼呢 Netbar 這邊有個Netbar 選Netbar之後的話呢 這樣OK了 接下來你把它即時看一下 如果說你下方會有 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那表示你成功了 如果你的 跑的效果不是這樣的話 就四分五裂 那請你再重做一遍 特別是這個關鍵點都非常重要 而且 非常容易出錯 我看很多同學 做出來一定是 DIV 這後面會有個 Netbar 那再來就是怎麼樣 在上面加上什麼 加上icon 加上icon也非常簡單 比如說 首頁的地方要把它變成什麼呢 一個Dataicon裡面變成一個有 回首頁就是home Dataicon 設為home 地圖的部分設為 gear 好這邊有個gear gear就齒輪嘛 對不對 那設定完之後的話 切過來看一下 哎 有沒有就塗上去了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要讓什麼呢 讓那個夜首 變成 藍色的話 那你可以把夜首的地方 他的什麼呢 Data什麼呢 Syn 這個布景主題把它改成什麼 B 這樣子切過來 就變藍色的 OK 所以基本上呢 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一請各位 在夜尾的地方 插入一個什麼 版面的DIV 在這個DIV裡面呢 放入兩個東西 然後 超連結之後 再去針對什麼 特別是這個DIV 去設定什麼 Netbar效果 才會出來 OK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